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这种说法 老王只能呵呵的 实际上只是一场由于驾驶员操作失误 引发结婚事故 警察叔叔也去了 认定驾驶员负全责 赎酒酣天的 老王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 谨慎驾驶 幸亏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牌子坏了 咱可以修不是 清华北大两所百年高校 那可是万千学子的终极向往 老王小学的时候也曾畅想过 只不过上了初中和高中以后 就渐渐放弃了 原因很简单 那成绩是老太太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老王上学那会儿 我们县领一年也就出一个清华生或一个北大生 即便是到现在 教学水平很高的年代 考进清华北大的比例貌似也没有提高 这家孩子要是考上了清华或者北大 那真可以说是高中要左啊 老王这辈子是没戏了 不过去年老王还去了清华大学溜的一圈 看了位朋友 顺便在万人大师堂吃了个午饭 别说 还真有几份回归校园的感觉 还特意拍了几张照片 留着跟朋友嘚瑟 其实 对于很多农村家庭孩子来说 考学 无疑是改变命运最便捷的途径 十年寒窗苦读 如若考进清华北大这样 世界顶级的学校 也着实令人羡慕 深深学子们 加油吧 争取成为那幸运的万里挑一 英文怎么说 又要万一的命令 生活确实多 老王来说说 我们下期再见